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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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個最心愛的女朋友 你跟她交往多久 半年 半年的時間 只有你肯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立委 怎麼樣 搶走了她 有沒有 有沒有全力黨 好啦有啦 怎麼樣有又怎麼樣 怎麼樣 今天有又怎麼樣 我跟你講 跟她兄弟我才不能講而已 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看她們有 我的女朋友 她們有一心交往 上愛嘛你 當初跟你在一起半年 有感情 可是我覺得 我完全得不到我的心 我現在愛的是立委 知情男遇上絕情女 你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也是我 第一個喜歡過的女生 我也盡我所能的 用我覺得 你覺得會幸福的方式給你 可是 你面對現實啊 你這樣子對我 你不愛我 我對你這麼好 你不愛我 為什麼 你幹嘛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我在跟她說話 你擦什麼嘴啊你 我在跟她說話 你沒聽見嗎 你聽到人家動到誰的女人 什麼叫誰的女人 她一定沒有說跟我分手 她都還是我的女人 你知不知道 可是我當中會可惡 你眼睛在一起 你看著我眼睛在講一次 我是因為看見她 發心男大戰劈腿女 那為什麼一定要上她 你就有別的選擇嘛 你為什麼 才是說你必須要狩獵這個獵物 你要打擊她嗎還是什麼 你有別的馬子啊 為什麼一跳她 我覺得其實喜歡就好 管她是誰的馬子 對啊 這個話厲害 你剛剛也跟那個立委 也表明的態度 你手都 你怎麼怎樣 你怎麼怎樣 不要動手 你打我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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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你打我幹嘛 誰啊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能再打 不然我劈腿的人 也是會被人家劈啊 要不要看 你拿出來看啊 劈腿的人也會被人家劈 劈腿也會被人家劈 誰被人 誰也會 我不是說你幹嘛不打自招 就是你 欸 欸 怎麼會來自一套 怎麼叫你是我女朋友 拜託 你根本不配好不好 怎麼叫女朋友 你跟人家在那邊接吻 你跟人家在接吻 你這樣 他們沒看到 你打我幹嘛啊你 分手擂台誰都跑不了 燈不點不亮是話不說不明 人人一生當中裡面 有很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我們得把它說個清清楚楚 才不會造成一生當中的遺憾 歡迎收看我們分手擂台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三位的陪審團 第一位介紹是我們兩姓作家 呂如宗先生 邰哥好 大家好 我是呂如宗 好 第二位介紹是可愛大方的 我們的韋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韋如 第三位介紹是我們的秦瑋 邰哥好 歡迎觀眾大家好 好 今天要介紹兩位男主角出現 第一位要介紹是我們的委託人 一起來歡迎林正彥同學 好 林正彥 好 臉很痛 有殺氣 好 林正彥 你好 你好 好 請你能不能自我介紹一下 林正彥 大家好 我是林正彥 是 我今年二十一歲 現在就讀輔大日文系 好 今天要委託我們什麼事情 來 我要委託的就是 我一個從高中時代 就一直很好的朋友 他平常的時候不但是自私 自私 而且又很霸道 霸道 而且又平常就只壓榨 壓榨你 一樣都是同學 甚至這個男同學 用壓榨兩個字 他甚至可以騎上去的 我看看 還有呢 最嚴重的是 他搶走了我 我最愛的女朋友 搶走了他最愛的女朋友 這怎麼受得了呢 上贊了一條這種事情 所以你今天要來控訴他就對了 這一位同學叫什麼名字 他叫趙立偉 你哪裡不惹 你惹到立偉當然很麻煩的 好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趙立偉 來 好 這一位就是我們的趙立偉 我哪裡自私 我哪裡霸道了 我哪裡霸道 你平常明明就很自私 我哪裡霸道 你平常明明就很自私 你怕人家講什麼 是你太懦弱好不好 對啊 是我懦弱 明明就是你自己太惡霸 我哪裡惡霸 你說啊 你說看啊 你平常的時候 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你就這樣子壓榨我 這樣對嗎 我壓榨你什麼 我壓榨你什麼 你平常的時候 我們出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跟我要錢買東西 你明明就沒有錢啊 什麼同意呢 你根本就是你逼我的 我根本就是你逼我的 我逼你什麼 對 怎麼逼你 那不然呢 你就直接跟我要錢 那這樣我不給你可以嗎 可以啊 我們明明就是很好的朋友 那你幹嘛不跟我講 你又不跟我講 明明這種事情不要講得太明 可是你就 明明就知道我的意思 什麼叫不太好 我們拜託認識多久了啊 那就是因為認識久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啊 所以他曾經 類似像不跟你講 只是跟你講說借我錢 就有點壓榨的部分 自私在哪裡 他明明自己家裡 就已經很有錢了 然後我明明就是 沒有什麼錢的人 然後他還硬是要 出去的時候 還硬是要我幫他付錢 你認定什麼叫沒錢呢 爸媽媽一個月給你多少零用錢 基本上我父母是不會給我零用錢的 所以要靠你自己去賺 打工讀書 哇 蠻好的一個學生耶 那你呢 他說你口中的說 你家裡比較有錢 你是一個月把他給你多少錢 我也沒有跟整理拿錢啊 我是自己賺的啊 都自己賺的 對啊 都還不錯嘛 那你為什麼要常拿他的錢呢 我哪裡有常拿 只是偶爾跟他借一下而已啊 什麼叫偶爾 幾乎是天天好不好 好 借過多少錢 大大小小的 像出去吃個飯啊 逛個街什麼的 買個飲料什麼的 有沒有再還你 那這樣會去算他嗎 應該也是不會 有沒有有借有還 有沒有還你 很少的 很少還 那你為什麼那麼凱 可以繼續借給他呢 沒有啊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嘛 就是大家一起買飲料 如果他這樣跟你說啊 借我一下錢買個飲料 所以你這個是十幾年 認識下來的一個 好朋友的一個關係就對了 所以借錢其實無所謂 但長期不還的話 會覺得有點阿爸的感覺 自私原因是他本來就有錢 還要跟你借錢 對 好 那他有壓榨你 阿爸你什麼 我們出去 一起出去逛街的時候啊 他都是... 一直... 鄭彥你有病嗎 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難哭 沒關係 你慢慢講沒關係 其實鄭彥是怎麼樣 鄭彥是非常乖巧的一個小孩 看得出來 我們在那個 他的資料上面裡面了解 他是非常乖巧 而且也沒有交過女朋友 就是說現在目前還是... 簡單講就還是童子雞啦 所以他生活上很單純 所以他一提到這種事情 會覺得很難過 好 沒關係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進入我們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說你剛剛前面有講 一個最重要 就是你有一個最心愛的女朋友 你跟他交往多久 半年 半年的時間 最後你肯定一件事情 你就是我們的立委 怎麼樣 搶走了他 為什麼 你是不是男人啊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多愛他 你是不是知道 什麼叫我搶走他 是不是他自願的 什麼自願 明明就是你 我哪裡要拐他 是不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心甘情願好不好 我們在一起好好的 我們那半年來一直都好好的 你看為什麼我一介紹他給你一件事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拜託 我哪知道 上天讓我們認識 我哪知道我們最後那麼好啊 什麼叫你哪知道 是不是也是他心甘情願的 他心甘情願 他根本就是怎樣嘛 不要 不是他的 好 各位 兩位 好 我們為了就是要來理解 並不是來吵架的 我們是要來清除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推打 盡量不要這樣推 言語上面也要控制 也要文雅一點點 所以說他搶走你最重要的女朋友 你把這個事情稍微簡單 幫我們敘述一下好不好 你跟那個女朋友 你朋友叫什麼名字 女朋友叫甜甜 甜甜 你跟他認識在哪裡認識 跟甜甜在哪裡認識 我們是在網路上認識 不是小甜甜好不好 是甜甜 網路上認識 結果呢 就是在網路上聊天這樣 後來就漸漸變得越來越熟 最後有見面交往 對 然後後來漸漸就在一起這樣 所謂的在一起 你認定的在一起是什麼叫在一起 有親密關係嗎 有沒有親密關係 對,到幾壘 大概到三壘左右 到三壘了 好,韋汝來告訴我們 什麼叫三壘 來,韋汝 怎麼會 我怎麼會清楚啊 不清楚啊 我不清楚 三壘就是 除了那件事情之外都做了 好,就是地獄一壘就是牽手嘛 二壘就是接吻 三壘就是撫摸 簡單講說是可以 除了那件事情之外 除了那件事情以外 所以說你跟甜甜是 照這樣的一個親密關係就對了 那為什麼你什麼時候知道說 我們的立委搶奏你這個男女朋友呢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後來就是中途 你有介紹給他們認識 對 差不多在我們在一起 差不多兩三個月左右 你有跟他說 他是你的女朋友 我介紹給你認識嗎 有 有 就是介紹就是 對,這是我的女朋友甜甜這樣 就認識完了呢 再來呢,後續怎麼走 我發現他們兩個感覺怪怪的 怎麼怪 就是兩個人 就大家一起出去的時候 他們兩個之間的互動 有一點愛的感覺 可是甜甜還有沒有 繼續的愛著你呢 後來我打他電話 他都不太接 要找他出去的時候 他都會問說 立委有沒有一起去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好,這就是跟甜甜 你們三個人認識的一個經過 好,你有沒有要講一講 你為什麼當時名次到介紹 鄭彥是女朋友 那個甜甜,你為什麼還要跟他... 你先告確認 你跟甜甜有沒有在一起 有啊 有,我真的有在一起啊 有沒有跟甜甜全內打過 還沒啊 因為你說的他會不好意思 我們在問有沒有 有沒有全內打 好啦,有啦 怎麼樣,有又怎麼樣 怎麼樣 對不對,有又怎麼樣 我跟你講,跟他兄弟 我才不能講而已啊 他是我女朋友,你是不是知道 他們有的女朋友耶 他們有一心交往障礙嘛,你 你這是什麼邏輯 等一下,你挑我幹嘛 你挑我幹嘛 你搶別人女朋友 你還這麼理直氣壯 還可以說得這麼理所 當然是怎麼會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啦好不好 我們中央的中央的兄弟當夾啦 他們就在我面前 直接就接吻了起來 我跟他說話,你喊什麼嘴啊你 你根本就不懂女孩子啦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這是我跟他自己的是誰 你根本就不懂女孩子在想 你閉嘴啊 人不風流往少年,你知道嗎 所以... 你現在說的是什麼話啊 你現在說的是什麼話 你為什麼可以怎樣 你為什麼可以怎樣 不要,不要動手 你為什麼可以怎樣